西方艺术风格第21讲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二部分 出奇的绘画 这一讲我们将介绍画家 马萨奇奥、安吉利克修斯、乌切罗、佛兰切斯卡、 曼田纳、波提切利 一般来说 意大利文艺复兴出奇重要的画家 就包括刚才我们介绍的这几个人 马萨奇奥是佛罗伦斯的艺术巨匠 当他只有25岁的时候 就已经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 这种风格以简洁的手法 透过画面的写实性 内容的叙述力 以及杂实的画面结构 将空间与光线的效果 人物姿态的端庄表现出来 这种手法竟是乔多的作风 在当代艺术家中 只有比马萨奇奥年长的雕刻家 塔纳提罗和建筑家 不如念内斯基才能与之疲敌 1425年 马萨奇奥在波罗伦斯的福音圣母教堂 绘制了圣三位一体的诗壁画 他利用焦点透视法 引导观者从他所站立的现实空间 将视觉透过面对观众的墙壁延伸出去 如果我们根据图画里面 瘟疫复兴风格的小礼拜堂 宫顶上的箱板尺寸与树木 甚至能够计算出这个虚拟空间的深度 这张图就是圣三位一体的画作 非常写实 这幅画的消失点 位于十字架的垂直轴线 与柱子两旁 捐助人所站立的台面香蕉之处 它距离教堂地面的高度 有1.5公尺多一点 大致于观者的眼睛 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马撒奇奥以短短27年的生命历程 为西方的绘画艺术 完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一方面借助透视法与树苗的结合 在西方绘画史上 第一次彻底的征服绘画中的第三度空间 从此 透视法与树苗就牢固地 确立作为近代西方绘画 语言体系的基础地位 另一方面 它的作品又以宏大的尺度感 严谨的构图 雕像般的人物为意大利文艺复兴 盛起的艺术风格建立了雏形 再来介绍安吉利克修士 他是传信会的一员 他的画风简单而直率 色彩明亮 他勇于尝试新风格 其绘画目的在于推行教化 而不在于对宗教精神之描绘 他的作风保守 但在形式上大量采用 乔托和马萨奇奥的形式 因而其画风的整体 倾向类似 罗伦佐莫拉克的 哥德斯特质 而与1440年代的 佛罗伦斯的绘画 倾向背道而驰 麦迪奇家族 是当时佛罗伦斯共和国的 政治领袖 他们对艺术家的保护 大大鼓舞了 初期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 安吉利·可修士 刚好在那时受命为 圣马可修道院 进行装饰工作 和绘制师壁画 所以他在院内 绘制了一系列的师壁画 譬如圣告图 这幅画就是圣告图 天使来到玛利亚的面前 告诉他怀孕了 这幅画中可以看到 安吉利·可修士在计划上的熟练 他对于内部空间把握精准 完全表露出其深度 也描绘出文艺复兴时期 建筑物 回延高大 宏伟的感觉 1440年 他又为圣马可和其他两个修道院 绘制祭坛画 作品体材均是圣徒 烦恼者圣母 或占或贵 如安娜·莱纳祭坛画 对于日后这类祭坛画 有极大的影响 乌切勒对于透视学很有研究 1407年 他在吉伯地的工作坊担任小学徒 当时吉伯地正在从事西里堂的 第一扇青铜门的工作 而此门的半哥德式风格 奠定了乌切勒个人的基础 他曾经为麦迪奇家族画过珊瑚 以圣罗马诺战役为题的话 从这些作品当中 也可以看到他喜欢用 非现实的手法 来表现象征性的空间 这幅画就是圣罗马诺战役 连作画的第一幅 画面为尼克洛队长 带领佛罗伦斯军队 向西野纳人发起进攻 在圣罗马诺的战役画作中 乌切勒用当时流行的各种前景处理技巧 来表现舞台的透视空间 首先他在近景中 用前说透视法 以简洁的笔触 割露出一个舞台 舞台上不但上扬着 骑士间的战斗情形 同时也展开 他们个人的体型和整体结构 再以锤子的舞台背景 来表现透视的空间 再来我们介绍 弗兰切斯卡 弗兰切斯卡不仅是个画家 也是一个数学家 晚年曾著作透视图法的研究书籍 他的作品结合具有亮感的人体表现 清澈的色彩 以及完美的透视法 整体看来又有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年轻 这种特色 这种特色又因其苍白柔和的色彩 显得更为突出 因此他的作品曾被评论为高贵的单纯和尽数的伟大 乌切罗及马赛奇奥等人的作品 对于弗兰切斯卡有决定性的影响 1450年左右 他开始着手 后来使他生命卓著的作品 在亚勒索的圣凡安 切斯卡教堂唱诗班作息的壁画系列 在他代表作品诗壁画 圣母子与诸圣人中 他省略了一些不必要的素材 以基本的形式去处理细部 建构出一个具有几何学般的明星 且次序简单的画面 这就是圣母子与诸圣人的画 在这幅圣母子途中 乌比诺公爵跪在地上 顶棚有贝壳形式的装饰 而从顶棚上掉了一颗鸡蛋 是希望或护活的象征 曼田纳的作品具有古罗马的特质 并且也深受雕刻家 唐纳提罗写诗主义的影响 他善于雄伟的构图 及短说法的透视画法 同时他也融合当时的风格 与对古代的热情 因此他对写诗主义与考证学相当投注 1455年他在帕都瓦的伊雷米塔尼教堂完成了一系列 描绘圣詹姆斯传奇的诗壁画 不幸的这座教堂在二次大战时受到风炸 因此这系列诗壁画也就毁了 其中一幅就是圣詹姆斯前赴行场图中的画 这幅就是圣詹姆斯前赴行场图中的画 我们看到曼田娜活用了透视画 使画面产生出人意表的效果 并创造了将试点放低 以家常主题的气氛和人物的独特画风 在这幅画中 曼田娜把消失点放在画面的下缘 强迫观赏者的眼睛 必须驱随从消失点视线出来的斜行路线 因此视线从下往上急速移动 所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景象 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视线 加上画中人物的许多斜线 为观赏者的视线加田的力量 因而更增强了这个景象的紧张气氛 不过这个气氛 却把那占得最挺直的圣詹姆斯 凸显出来 最后我们介绍波提切利 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 约1465年 从菲利普里皮学画 他所作的宗教画 以及神画 历史为题材的语义画 互有诗意和世俗气息 可说是当代画家中最有个人风格的一位 波提切利有一幅著名的画 为纳斯的诞生 在这幅画中 他以古希腊的理想形式 与追求反基督教义的语义与精神 表现出有如斯般的抒情美 虽然他画的是古希腊女神 但却打破了中世纪的传统 带有人类的观能哀愈 他对于背景的处理 更舍弃的当时流行的透视图画 这幅就是著名的维纳斯的诞生 现在藏在乌飞之美术馆 在画中我们看到 维纳斯站在一只贝壳上面 从海中升起 画面的左边 飘灰在一阵洒落的玫瑰花中的风神 将贝壳吹佛到岸上 右边四季女神展开了一件紫色的斗篷 迎接正要上岸的维纳斯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结束 我们将进入下一讲 第二十二讲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三部分 圣奇的建筑与雕刻 谢谢